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资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代表 会见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本人这种气场 给我们带一种感染 跟一种非常地温暖 因为他知道孟加拉的蔬菜的种子比较少 生活条件的可能会稍微艰困一点 然后他就在他的车 随机从国内也可以带了一些蔬菜 作为分析义送给这个大使馆 就是特别的这个轻益 包括他自己说话的语气 他的眼神 给人感觉非常地温暖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听了以后就一直出一种亢奋当中 希拉伯讲的一个最重要的 是孟加拉跟中国的国家关系 提升的一个档次 现在叫战略合作 就是希望华人 华侨 能够更多地了解民情 当这个老百姓 能够在一带一路这个过程当中 更多地做出一些更好的工作 视线聚焦孟加拉国 画面上的这家金运旅行社 位于首都达卡 在市区 它还有六家分社 而开办这个金运旅行社的 正是来自中国山东的华人 韩景超 韩景超今年39岁 来孟加拉国已经有13年了 从经营纺织化工带来起家 如今 他除了经营旅行社之外 还开了一家中餐馆 总共有四五百名员工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韩景超说自己靠的就是耐心 因为这点太艰苦 能在这里生存 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没有三到五年 这种一个沉淀 你很难去把你的业务 去做起来 13年前 韩景超被他当时工作的一家国企 派遣到了孟加拉国工作 三年后 他辞掉工作 决定留在当地创业 纺织业是孟加拉国的第二大产业 然而 原材料却大多只能从欧美进口 成本很高 韩景超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说 中国有同样精湛的原材料生产技术 成本却更低 创业成功之后 韩景超又开始计划 进军餐饮和旅游行业 因为旅游它其实也是个桥梁 我这个旅游公司建了三年时间 目前的出境游和接境游 大概有一万人次 我想这时候也是让更多的孟加人 去认识中国 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孟加拉国 韩景超作为华人代表 承担起了部分酒店和车辆安排方面的接待工作 韩景超说 习主席的到来 让他更加坚定了 继续在孟加拉国发展的决心 因为孟加拉是一带一路 这个重要一个国家 一站吧 所以这两个机器加在一起 我想对我们这个商机应该是无限的 继续来关注孟加拉国 画面上 这是一家位于达卡市郊的制衣厂 和孟加拉国大多数制衣厂 都靠人工操作不同 这里的自动化生产线和机械操作 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缝纫 工厂的现代化程度 在整个孟加拉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先生 就是这家制衣厂的创办人 庄立峰 来自福建泉州 1997年 他创办了这家制衣厂 如今 他的企业不仅为众多国际知名品牌服装 提供加工服务 还创立了专门针对孟加拉国市场的 自主品牌熊猫 雇用的当地员工人数 超过了一万三千人 庄立峰说 孟加拉国人口众多 许多企业都靠廉价劳动力生存 因此 敢于投入大量成本 建造自动化生产线的企业并不多 但他认为 为孟加拉国培养一批 具备现代化技能的员工 是企业的责任 公司呢 是想缔造一个能让普通的毕业的大学生也好 没有那个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也好 一进来公司 他们就可以马上进入岗位 庄立峰的企业如今已拥有 制造 燃整 印花 制衣 制鞋等多调生产线 但无论哪个环节 他都非常重视环保 他说 作为一名华人企业家 这是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所有的污水 工业污水 是必须要经过过滤 在过滤池里头 鱼人的生活的才可以排放出去 孟加拉国是世界第二大服装出口国 中国企业到这里办厂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如今孟加拉国已经成为 中国制衣相关产业 海外发展的一片热土 中国力量在这条孟加拉国的 经济命脉上 为该国的经济发展 注入不少活力和能量 有这个中盟有良好的基础 这个企业才有生存的空间 跟未来的前景 实现聚焦印度 结束了对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的访问之后 10月15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印度 出席在古阿举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 印度的华侨华人 中资企业员工和中国留学生 对习主席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 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期待 然后我们其实从几个月以前 就开始做一些大量的准备工作 因为我们这次也有这个金砖国家商务论坛 也有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商品的一些展览会 包括企业的展览会 我们很多中资企业也都参与了这些会议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印度的媒体 在报道习主席反映的这个事件 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听到习主席说要过来这边开这个金砖峰会 然后作为之前的留学生也会比较关注这个事情 视线转向印度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叫做易兴 是印度尼赫鲁大学的学生 学习中文已经五年了 尼赫鲁大学是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也是最早开设中文系的高等院校之一 中文系目前设有本科硕士及博士课程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学生 选择学习中文 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 如果我在印度就教中文 这个我可以帮很多印度人 就来学中文 来更多印度人了解中国 中文有点难 但是我特别喜欢中文 中国文化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在毕业求职时都是相拨拨 很多人早早地就被各种机构企业签了约 现在我觉得就是历来 我们的这个学生数目最多 我们已经就是超过150的这个节线 我们已经有170多学生 迪伯杰教授说 中印两国取长补短 往来频繁是大势所趋 印度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 希望也有更多的中国学生 学习印地语 因为未来中印两国会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习近平中西他不是也提出民心相通吧 对吧 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下他们五通 这一就是民心相通 我觉得这些年轻学生的交流 非常非常重要 视线聚焦缅甸 画面上的这位先生叫做吴昂尼谬 是缅甸仰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由于近几年 他的这个白内障病情加重 视力变得模糊 又没有钱做手术 不得不减少了开出租车的时间 这个收入当然也因此变得更少了 前不久呢 光明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在缅甸仰光眼科医院举行 来自中国的12名眼科医护专家 开始为当地的白内障患者 免费做手术 对大早啊 吴昂尼谬就来到了眼科医院 排队等候 这次光明型公益活动呢 是由云南省民间国际友好 教流基金会和仰光 威莎卡基金会合作举办的 为期六天 目前呢 已经为200多名缅甸白内障患者 做了手术 我们已经是开展了 四次在缅甸 这个光明型的手术 包括这一次是第一次 共为这个900多位这个患者 成功实施了这个白内障的 这个肯定手术 我们再来看澳大利亚 前不久 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 在澳大利亚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六福公墓 举行了澳大利亚 淘金朝华人死难者 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以缅怀 旅澳华人先人的 他们的苦难 19世纪中叶 伴随着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兴起 很多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人 飘洋过海来到了澳大利亚 后来因淘金热平息 以及殖民政府推行 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 白澳政策等原因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 人口是逐渐萎缩 到1947年 只剩下了1万人左右 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的主席 陈清松 在揭幕仪式上表示 希望在缅怀 先人苦难的同时 呼吁当局对历史 做出深刻的反思 维护互同民族 自由平等的发展权益 我把视线再转向埃塞俄比亚 画面中间的这位叫做周平 今年53岁 是中铁二局新运公司 埃塞铁路工程指挥部的 副指挥长 在狂风凛冽的东非高原 已经工作了4年 前不久 刚刚开通的亚籍铁路 就是由周平所在的公司 承建的 亚籍铁路连接着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 而这条铁路 对于周平来说 还有一个更加特殊的意义 上个世纪的70年代 周平的父亲 就曾经在坦桑尼亚 修建过坦赞铁路 周平说 当时的条件 非常的艰苦 坦桑尼亚 气候炎热 由于路程遥远 交通不便 从中国过去 要在轮船上 漂半个多月的时间 父亲在那里工作了5年 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 长大之后的周平决定 自成副业 来非洲修建亚籍铁路 他说 他们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铺轨400多公里 这样的中国速度 是父亲那一辈的铁路工人 想都不敢想的 在周平的带动之下 他的大儿子也来到了埃塞 在亚籍铁路的工地上 操作吊车 其实 像周平一家这样 祖孙三代都投身 非洲铁路建设的 中国故事并不少见 据中铁二局新运公司 副总经理文峰介绍 参与修建亚籍铁路的 中国员工当中 有10% 家中是两代人 都投身铁路建设的 而三代人 都参与铁路事业的员工 也有4%到5% 实现再转回中国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 叫做罗开胡 今年已经是98岁高龄了 是目前云南 唯一健在的南桥机工 前不久 他跟20多位 龟桥桥圈一起 在昆明共渡了重阳节 罗开胡是海南文昌 众星镇人 16岁的时候 因父亲去世 他被迫闯南洋谋生 在叔叔的酒店里 当洗碗工 七七事变之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罗开胡和数千名 南洋热血青年华侨一起 响应南桥总工会主席 陈家庚先生的号召 踏上了救我之路 来到昆明 罗开胡被编入到了 华侨先锋队 第一大队 第二中队任班长 负责缅甸 辣须到中国碗丁之间的 军需物资运输工作 山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这一不小心呢 就开下了万丈深圈 这敌人的飞机 还时不时地来轰炸 在那段抗战岁月里 罗老呢多次亲历轰炸 落实地形成危险 还染上了瘧疾 目睹了战友牺牲的悲痛场景 现如今 罗老已经是年近百岁 却依然精神绝朔 耳聪慕名 前不久呢 老人家还抱上了重孙 似师同堂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